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把红糖水倒入面粉中 出锅以后瞬间变成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在外面卖三块钱一个 自己自家做,一大锅不到五块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大碗,往里面加入三大勺的红糖 喜欢吃甜的也可以多加一些 再加入200毫升的温水 水温不要太高,大概60度左右就可以 继续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溶解之后再加入五克的酵母粉 继续搅拌均匀 让酵母粉充分的溶解开 如果水温太高的话,容易把酵母给它烫死 那样的话会发不起面来 搅拌均匀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大碗,往里面加入500克的面粉 再把搅拌好的红糖水倒入面粉中 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面粉搅拌成免絮状 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20克的食用油 再下手揉成面团 刚开始揉面的时候不太好揉 这里尽量多揉一会儿 揉好之后再往里面加入一点小苏打 再加入一点点的清水稀释一下 让小苏打充分的化开 不喜欢吃小苏打的也可以不放 继续下手揉搓均匀 把面团揉得更加细腻一些 揉好之后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旁醒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时间到了面团已经醒发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面团体积明显的变大 变得胖乎乎的 里面的蜂膜状非常的丰富 像这样就代表发好了 再把面团取出来放到案板上 不用抹油也不用撒干面粉 继续下手揉搓均匀 把面团揉得更加细腻一些 顺便给面团拍拍器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口感会非常的好吃 这里可以多揉一会儿 一直揉到面团表面非常的光滑细腻就可以了 然后再直接搓成长条状 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我们取一个面剂 有理往外的给它揉一揉 收口处已经出现褶皱了 不需要捏得太紧 用手再次整理一下 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所有的面剂全部揉好 全部揉好之后放到蒸锅里 尽量把它们摆放到整齐一些 中间留有空气 这样防止粘连在一起 全部放入锅中以后 先不用开火 盖上盖子二次醒发20分钟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朋友们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的生胚已经醒发好了 体积明显的变大了很多 变得胖乎乎的 用手按压能够快速的回弹 像这样就是醒发好了 然后再盖上盖子 开大火 把水烧开以后 上汽计时20分钟 蒸好以后 先不要着急打开盖子 先闷上5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塌陷 现在我们可以把锅盖打开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一股浓浓的馒头香味扑边来 用手按压能够快速的回弹 这样就是蒸好了 取出来之后 装入盘中就可以吃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红糖开花馒头 就做好了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起来也非常的香甜 这样做出来的开花馒头 吃起来非常的蓬松渲软 掰开以后可以看到 里面的组织非常的柔软细腻 自己做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吃起来干净又卫生 这样做的开花馒头 在外面卖要三块钱一个 自己在家做一大锅才不到五块钱 而且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这样做的红糖开花馒头 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就算是没有菜 也能空口吃上两三个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做法的话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收藏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